3D打印作为新时代的技术 那只要你想得到的几乎都印得到 包括一只 最近在俄罗斯南部城市克拉斯诺达尔 一名兽医他就透过了3D打印技术 帮一只失去了四条腿的流浪狗装上一只 事情是这样的 去年的12月份 这一只名字叫做Monica的狗狗 在一个村庄被人发现的时候 他的四只是已经被人砍断了 那兽医原本就建议要将它给安乐死 毕竟一只狗狗它失去了四条腿之后 已经没有办法过上正常的生活了 不过幸运的是动物保护团体 最后找上了专门为动物安装一只的兽医 并且在它的帮助之下 让Monica能够靠着一只正常的走路 四只装上3D打印的一只后 俄罗斯这只流浪狗Monica走起路来还不是很稳 不过兽医表示 它的状态恢复得相当不错 伤口已经慢慢愈合 大约一个月后 Monica就能像往常一样奔跑 虽然帮动物安装一只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 兽医之前就曾经帮过不少猫咪打造一只 但帮狗狗安装一只还真的是第一次 在兽医和动物保护团体的细心照料下 Monica已经渐渐恢复正常生活 目前暂时住在收容所 兽医之后还会再帮她改良一只 让Monica可以重新过上自由跑跳的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